玉娘娘 我困了 困了 那去跟皇后娘说一声 我们先回去 好不好 去吧 皇后娘 我困了 困了 玉妃姐姐 瞧五阿哥多出色呀 我敬你一杯 三宝 娄才在 你去禀报皇上说勇气困了 我要带他回去 喳 皇上 十二阿哥困了 皇后娘娘想带十二阿哥先回去 皇后娘娘 玉妃娘娘 已经走了 看样子 她是听进去我的话 皇上上把皇上拿牢 先込了 皇上 皇上 我带住 你切心脏 你看 脸 儿子今天不用背书 师父也不会来查功课 真好 额娘 这里的风有花草香 甜甜的 我喜欢这里 额娘也喜欢 像她这个年纪 本该自由自在的 也难为她了 像个小大人般的刻苦 宫外的人 都厌慕宫内的富贵 可宫里的人 又都盼着外面的自由 人都一样 得着这个盼着那个 额娘 额娘 用刺客 额娘 别过来 都别过来 额娘 你们都别过来 不要 退退退了 别过来 你要什么本宫都给你 你先放了孩子 我要你儿子的命 我要你儿子的命 你要我儿子的命 你要我儿子的命 无非是冲着本宫的 本宫的命给你 把儿子放了 王后追 李元娘 李元娘 你可是来闯到皇后 杀了你 你儿子 李元慧的皇帝 杀你有什么用 杀了我是没有用 可是你可以挟持我 你放了佣金 你挟持我 我可以救你出去 让你留着性命 什么 皇上不好了 有资格挟持了十二阿哥 有机 是 李元昌 带人陪朕去 是 皇上 您可别着急啊 别过来 想看十二阿哥 看皇后也依仗什么 本宫与你素不相识 想来你必定是受人指使 你既然知道本宫是皇后 就该知道永继是嫡子 你杀了嫡子 永灭九族之户 救我 主 那边好像来人了 你别糊涂 只要你放了十二阿哥 皇后娘娘 会给你一条生路的 大胆刺客 皇家围场内 哪敢挟持十二阿哥 室外妹马上就到了 你说什么 你们别过来 我就杀了咱 玉元 别动 都别乱动 娘娘 皇上来了 都别过来 都别过来 往后退 都给我往后退 皇上 退后 姐姐 你想干什么 皇上 他要行刺十二阿哥 别过来 活不救我 如今 别害怕 他烧不了你的 说 你是什么人 我堂堂韩布男儿 何时何地 受何屈辱 都不更出身 韩布 你说我何屈辱 你不瞒我韩布 曾说准个儿控制 逼迫族长 交出相见公主 还有我沉浮于你 我们韩布男儿 永远被我台风移民 你既然对朕不满 有什么事情 就冲着朕来 挟持一个孩子算什么 藏在暗处 对皇后母子下手 你们韩布男儿 就如此不耻不堪吗 你到底是谁 我在韩布 从未见过你 小县公主 您没见过小的 但小的一直仰慕你 您不要怕他们 小的今天 一定会带您出去的 别过 别过来啊 你没有干什么 你儿子在我手里头 你要被他杀死去明白吗 勇姬 你如果放了勇姬 朕可以考虑 留你一个权势 大胆逆贼 不害皇子又污蔑皇上 怎么都是死 就别妄自挣扎了 你 你如果还算是个男人 就用你的命 来换你儿子的命吧 对 勇姬 留活狗 勇姬 你小心 勇姬 你没事吧 姐姐 你放开我 勇姬 你不要干什么 放开我 放开我 这勇姬姬皇后娘娘 算什么 长河体统 那 你慢点 娘娘 姐姐 娘娘 姐姐 娘娘 姐姐 没事吧 勇姬 疼不疼 额娘 我疼 勇姬 皇阿们 我害怕 皇上 微臣护主不力 让皇后娘娘和十二阿哥 受到惊吓 还请皇上赎罪 到底是你救了 皇后母子 刘云车 你救护皇后母子有功 上皇马挂一剑 微臣 谢主冷安 你身上还有伤 快下去离伤吧 是 皇上 勇姬受到惊吓 不如臣妾 先把勇姬带到臣妾的帐中 清理伤口 勇姬 你先随皇娘回去吧 李玉 在 传太医 到皇后的帐中 开些宁神的药 给十二阿哥吃 喳 恭祝皇后娘娘 各位皇帝 你还算是个皇帝吗 在你亲人面前 你连个侍卫都不如 呸 你是何人 竟敢冒出我韩部族人 敢做不敢当 简直令人不耻 庸平 朕知道他不是韩部的 他今日行刺 不过是要挑拨朕 与韩部的关系 朕不会中他的圈套 尤其 儿臣在 别让他死 让他招实话 儿臣会问出幕后主使的 够皇帝 今日算我无能 未能取你性命 是 我为部落协助我的生命 是 花马 此刻已死 总有蛛丝马迹可寻 接着查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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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